其實週末下午可以來跟大家聊天蠻好的 我跟秘書長是老朋友 他說要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些時事 因為我在電視上說的大部分 都是一些街壁財團的事情 剛剛三立電視台還要跟我訪問 鼎心衛全就鼎心衛家的一些狀況 我現在等一下也會利用這個時間 跟大家做會討論 因為我覺得今天人不多 需要再做集中一點嗎 還是這樣就好 我們可以用互動討論的方式 因為剛好有兩個麥克風對不對 本來今天我下午安排是跟另外一位美女 就是余美美小姐要跟我一起對談 結果她剛好徐國勇學律師那邊有節目 所以就我一個人 不過下次我會找她一塊來 我一定會把她找來 就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些看法跟經驗 我今天其實要跟大家聊一些 聊一些時事的問題 就是最近大家可能 我再試一下 再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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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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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 不見了 不見了 然後 然後下一個是 這邊 這邊 OK 按哪裡 按那邊 按那邊 拍謝 這個最近 我用的時候都不太靈光 按下一個 OK 好可以了 最近 你們家裡的東西 完全都沒有找到 被公告的東西 被公告的 泡麵 油 還有餅乾 還有鳳梨酥 還有什麼餅 都完全沒有的人 可不可以舉手一下 完全沒有 你都不買喔 你都不買喔 那這樣子台灣經濟不會好耶 這樣台灣經濟不好 對 所以其實這是我們的想法 這次從9月5號開始 就是剛好是中秋節之前 那又是最早公告的又是餵犬 然後呢 找到說餵犬有12項產品 全部都是用收水油做的 那接下來就追追追追到說 這個牆罐 因為那個老闆 那個郭烈成 第一天被5萬塊交保的時候 然後馬上追說 哎呀 他的那個油是從牆罐這邊來的 其實去年大統長雞的事情 大家其實都還耳熟能想 就是還印象很深刻 可是馬上就來了這樣子一個 來了這樣子一個事情 那很多人就在問我說 像衛權這樣的一個企業 這樣的一個讓大家覺得說 哇台灣的大富豪耶 好幾個人地保有13 我上次有來這邊上過課 讓大家看一看他們家在地保的全貌 他們地保14斤 一斤喔 我們平均給他掙3億就好了 14斤52億 然後呢 百分之百都貸款 而且呢賺了一倍 那這個就是鼎心衛家 那鼎心衛家呢 這麼有錢的齁 那在這樣的一個收水油事件的時候 他們呢都還是名列 就是在最早被發現的 又是他們 又是他們 那他們為什麼會被查出來 因為他們把槍罐買的油 他們買槍罐的東西是便宜的 就跟去年大桶長機 為什麼有他們 去年大桶長機的時候是發現說 他們家的 欸怎麼又跳掉了 是 是上下 喔上下 OK好 那我會了 好 這個就是這次被查到的齁 鼎心衛全這次跟牆罐有關的所有的產品 什麼胃小寶啊 然後呢 辣味肉醬啊 其實我上次去超市的時候 我去Welcome 然後想說 哎呀想要自己做一個肉醬麵 可是呢 我看到胃泉兩個字 我都主動淘汰 可是呢 我又換了台糖 台糖安心臀 結果我發現台糖也中獎 就是你不知道怎麼吃欸 你真的不知道怎麼吃 這裡頭大家應該都有看過新聞 胃小寶還是胃泉 他上立法院所有每一個立委 所有每一個記者都有收到 就是送他們用收水黑心油做的東西 這樣子送去給立委 送給記者 每個人都有喔 我們都有收到喔 然後呢 被這個公告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很不好意思說 啊 他們三元也是這個 那就是 這個鼎心味家 真的是 真的是 呃 現在我們整個看下來說 到底 到底這整個事件 規模會有多大 現在是九月齁 今天是九月十三號 呃 依我的了解 依我的推測 這個事情要吵吵吵吵 吵到大概十一月 十一月才會結束 呃 這兩天其實是因為 羅淑磊想要丟出柯文哲的 貪污 什麼MG149的帳 要來換另外一個話題 可是 這兩天 欸我先做一個民調 相信柯P在M149不乾淨的人 可不可以舉手一下 喔咦 舉很快 喔來來來 這個我一定要聽 這個我一定要來聽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覺得 你覺得柯P的M149這個帳戶不乾淨 我想挑 挑戰一下你的想法 好 喂 主要是可能會認為說 所有的政治流程啊 或者一些相關 跟國家有關係的 對 流程應該都是不乾淨的 然後上次我看節目 他有說 其實這些事情 可能是不應該爆出來的 因為他會連帶了很多人 對 所以可能到最後 這件事情會不了了之 但是實際上他是不對的 他一定是錯的 他一定是錯的 但是如果挖出來 但你覺得他是逃稅還是結稅 還是貪污 應該是多少有貪污 因為他那個妹妹挪用的那個錢 交代不出來 嗯 他妹妹的部分 他有說領了8萬5 後來又繳回去了 但是那個 那個經費是不能提供其他人 可以領出來的 那為什麼他可以領出來 又可以繳回去 所以你很相信羅書蕾的指控 是有根據的 就是看一些媒體所說的 但是有一個人說到重點 就是這件事情本來就不能挖出來 一旦挖出來 就可以牽連到很多人 所以這件事情到最後一定會蓋下來 好我想要告訴你的是說 其實大家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討論一下 因為討論這個有的前面 我們先來討論這個 這個事件 因為這個事件最近也很大 我第一時間就接到很多會計師 會計師打電話跟我說 其實羅書蕾每天在做的工作 就是替醫師 會計師律師去結稅 所以他們很了解這些作業方式 那這個MG149的帳戶 在台大醫院當然有很多種類似的帳戶 比如說我朋友他是理律的合夥人 那這個理律呢收入很高 一個案子下來可能都幾百萬的收入 可是呢這個收入他們不直接做為 這個薪資或業務上的收入 他一定會進到一個帳戶 那這個帳戶呢為了要結稅 所以呢他把它做成一個類似公司 或是類似財團法人 或是類似什麼什麼業務單位 那他把錢領出來之後 沒有錯你講的是他有一些瑕疵 比如說柯美蘭他領走了八萬五對不對 好結果呢他又用捐獻八萬五把他繳回去 這八萬五拿在柯美蘭的手中 他當年的所得稅可以直接扣除做捐贈 我覺得你認為有問題的應該是在這個部分 就是說這個部分是有錯的 可是呢這個部分對當事人來說 對當事人來說台灣有多少 請問在座有沒有醫師 其實在台灣的醫師大概有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用這種方式 尤其是你是合夥人的時候 都是用這種方式在結稅 就很像上次我上課的時候我提到說 台灣過去有一種制度叫做捐地結稅 比如說我們前面學校這個民政府門口一個道路 然後呢政府沒有錢徵收 那我買下來我用公告限制買下來 然後呢在就是可能這個土地的道路用地嘛 所以他的價值可能只有十分之一或是五分之一 比如說當年杜俊元就是華泰電子的董事長杜俊元 他呢當年在系統電子上市的時候 他就去買了一大塊的土地 然後呢用公告限制十五億捐給了慈濟 可是這塊地他兩億買的 然後他當年系統掛牌捐了這塊地抵十五億的鼓勵所得稅 對那媒體上都說他是大善人 媒體上都說他是大善人 說他捐了十五億的土地給慈濟 在他因為背信被起訴的時候 慈濟還跳出來替他作證 說對他們確實有收到這些東西 好可是對社會大眾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可惡 而且非常偽善的結稅方式對不對 合理吧 因為我只買五分 我只買兩億的地 我去結了十五億的稅啊 好那所以呢這個政策 在當年林全當財政部長的時候 就把它給改掉了 因為我在金周刊 連續登了四年捐地結稅是偽善不合理 當時包括台灣所有的大企業 就是什麼日月光 然後包括王雪紅 包括殷琦 所有你唸得出來的大老闆 通通都在用捐地結稅 好那這個制度改掉了 當年包括余美人鄭鴻怡都有喔 你不要看他們 每個人都有去買道路用地來結稅 那柯P這件事情 其實用的方式也是一樣的狀況 也就是說M149的帳戶 是他們用來把你不管是國科會 或是一些外頭的一些案件 我領的錢我放在這邊 然後呢我可以做其他的支出 比如說我要出國 我要出國 然後呢我平常買機票是我自己花錢對不對 那我不能抵稅啊 可是呢我如果拿了發票 旅行社給我發票 我去把這個比如說十萬塊 某個經費對不對 某個藥廠或哪裡十萬塊 然後呢我放進去之後我拿旅行社 或是我拿出出差的機票或什麼來抵稅 我可以把這個錢領出來 那我只要扣10%給他做所謂的作業費 其實整個問題就是這樣 那你講的沒有錯大家都這樣 這個事情弄出來之後 台大醫院沒有一個醫師掏得掉 大家都這樣 可是呢這樣的制度是因為 很多人不願意把40%的稅 交給這個爛政府 所以這個爛政府做的很多的事情 讓很多小老百姓覺得說 我如果可以少交給政府稅的話 我會用盡各種辦法去躲掉 你覺得有沒有道理 大家覺得有沒有道理 那當然這個 避這個稅是錯的 就是說是因為這個政府的體制不完善 所以讓 不管是醫師或是律師會計師 他們呢必須要想出辦法 上有政策 我下就要有對策嘛對不對 好所以你講的沒有錯大家都這樣 可是呢這個事情在選舉的當下 會變成羅蘇蕾每天在講講講 我記得因為羅蘇蕾來這邊上課 也是我推薦他來的喔 但是呢我這兩天看到他在電視上講話的時候 我也很火大 我本來想要去跟他對變對槓的 可是呢因為這是選舉 跟選舉有關 選舉的時候都是沒有是非的 那終究 我其實我知道問大家的意見說 我終究我不認為這個制度 是柯文哲把錢放在自己的口袋 甚至拿給他妹妹出國去做研究 我覺得這個事情太小了 小到應該好好的花時間來看看台灣的這個問題 該怎麼樣的去解決 因為這政府太爛了 爛到喔 爛到他做的任何什麼GMP什麼東西 你都沒有辦法相信他 我覺得這次最完蛋的是什麼 除了衛權之外 牛頭牌 聖香針 衛王 衛王是一個多麼老的企業 衛王呢他有錢的不得了 他的負責人叫尹川建宗 是陳查某的大兒子 他呢在台灣的現金存款裡頭 算是前面幾名的光現金幾百億的大戶 可是呢衛王買的東西一樣是收水油 一樣是收水油 所以在這次的事情之後喔 我真的是剛剛有一個大哥說 你都不買對不對 都不買這些東西 那不買你也沒辦法自己做啊 你能夠自己在家裡做這些東西嗎 自己擲在油 自己擲在油 自己擲 像有一個中秋節說 哎呀我現在身材夠胖 我身上還有很多油 所以呢 我不用去買外面的收水油 蛤 少吃一點就好了 OK 好我其實是對點心未加喔 因為過去比如說包括我們在講e-tech 你看西哥速公路來到這裡 然後呢你不想要裝e-tech都不行 那種喔 那種這個爛政府把很多不該做的事情 然後做的讓我們去受苦受罪的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那麼多人要跟政府對抗 這個又扯到像我剛剛講e-tech e-tech的時候 我們罵那個徐旭東罵到說 真的叫為父不仁喔 那頂心未加也是如此 我要跟大家講說 我個人對某些企業某些財團 我是非常反感到我完全不用他的東西 我的身上沒有一張遠東銀行收購有關的東西 然後呢也沒有任何遠傳的門號 然後呢也就是所有跟徐旭東有關的 當然有很多人說那沒辦法啦 考上亞東考上原字你不能不去念啊 那甚至就說哎呀他蓋的房子也很近啊 那還有很多人說那沒辦法搜狗百貨 搜狗百貨東西貴得要命 可是呢偏偏有人還是喜歡花搜狗禮券 那這樣的無良企業 他覺得自己你就是被他制約嘛 你就是非他不可嘛 所以我們的政府才會把整個高速公路的這些 整個權力讓給他 讓給他之後 在這次台中不是發生了一個賭博大亨 電網大亨施加金的命案嗎 這個命案第一時間要抓人的時候 那個祖賢謝元信要抓他的時候 我們的警察跑去掉那個畫面 說他第一時間上高速公路準備要出國的時候 要掉畫面 我們的遠通電收跟他說 對不起按照程序要三天後才能給你 我們的政府本來這個管理是我們 結果呢要抓一個殺人犯 竟然告訴我們說三天後三天後 才可以讓你這個衛兵 好所以這個政府 當然我們一直在批評他一直在罵他 到底有沒有用 胃犬頂心在去年的時候 大家看得到了所有的這些油 這些油 所有你看得到了什麼健康廚房 健康廚房就是完全不健康的健康廚房 你擺在家裡看到健康廚房可能很開心 可是呢所有的什麼健康三多 全部都不健康耶 真的完全不健康 就是你會看到說 那為什麼胃犬會這樣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分析說 台灣到底什麼油是健康的 包括衛福部跟我們公告的東西 到底是對還是錯 因為在去年的這個事情 他說他們家全部的油都不會吃 但是他偷偷說 哎呀這個我們呢 是我們是很食品上要重良心 但是呢我們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他那時候還講說 修和無人見然後純心有天之啊 這是他們為家的家訓 就是他們賺了黑心錢 老天也知道我們都不知道 這個就是鼎心衛家 那鼎心衛家 我先跟大家聊一下鼎心衛家的歷史 在1958年他講說 最早他們在1958年成立在彰化 彰化他們家是在造油的 在造油 結果呢 當年發生 1979年發生了米康油事件 米康油事件 那當時有很多人吃了之後失明 包括現在還有很多在那個惠民盲人院 很多的人都還深受其害 那他們家呢 就把整個的這個自由的這個事業呢 收起來 然後被追究責任的時候 就有一個老三 就是大家看到有點中風 然後嘴巴歪一邊的老三 魏英聰 由他來扛整個彈子 那他呢就到中國大陸去 中國大陸去 去了之後也不知道要幹什麼 他在1988年去大陸 那時候剛剛開放的時候他去大陸 去大陸之後呢也沒事做 那結果呢 有一天他跟翁大明 不知道在哪裡碰了面之後 翁大明說他有一套做泡麵的機器 在泰國沒有用 結果後來他就用很便宜 就賣給了鼎心衛家 就是賣了之後呢 那他也不會做 就把泡麵做起來 一直送人家吃 一直送人家吃 那可是呢 鼎心衛家在他成功的把康師傅 弄回來台灣的時候 他跟記者說 他告訴記者 當年呢 他到中國去尋找投資的機會 在火車上 然後呢從包包裡頭拿出一包泡麵 然後到了開水去沖完了之後呢 整車整個火車所有的人都靠過來 覺得說這是什麼東西啊 怎麼這麼香 所以呢這一包康師傅的泡麵 就成為中國13億人口的傳奇 鼎心衛家是這樣子賺錢的 這個故事是編出來的 當很多成功的企業家 在告訴你他當年辛苦的過程的時候 他可能其中只有一分是對的 其他的都是編出來的 那他跟記者都這樣講啊 他跟記者都這樣講 那可是呢 當年在處理這套機器 然後在跟他們家 繳獲很多的事情弄不完 然後錢也沒付的 那些人呢 他們看了之後覺得很好笑 好 那1988年去了中國之後呢 就回來 就在那邊真的是 靠泡麵賺到錢 那靠泡麵賺到錢之後呢 就在天津 在天津上市 然後還搞了德克式炸雞 之後呢 就回來台灣 在這個1998年的時候 吃下了衛犬 所以我們的衛犬 衛犬創辦人是黃南圖 那他們這個家族 為什麼會到後來整個江山 就落在鼎心衛家手中 因為他們家有一個接班人 很愛喝酒 然後呢 就很早就過世了 所以 所以 黃南圖呢 也沒有接班人之後 在1998年 就整個 因為股市有一個做手 叫阿丁 阿丁呢 他替鼎心衛家 在這個股權交易的時候 在市場上幫他收購 那個時候 價錢還不錯 所以讓鼎心衛家 其實花了很多錢 然後讓中間有個股市做手 把錢賺走了 那回來買下了衛犬之後 接下來呢 他告訴你說 哎呀我在中國呢 我也吃下了全家便利商店 再回來買101大樓 那在101大樓之後呢 同時頂心的康師傅回台掛牌 那一天之內 就撈走了71億 這個我們在電視上 我剛剛那個畫面跟大家講過 就是 他們在回來發行這個TDR 這個就是連勝文 他們也去認購的這個特權TDR 那當年呢 當年有沒有就看到說一堆名單 都是拿他們家的TDR 就TDR入主這個拿著TDR的錢 入主101跟買地保71億 可是呢 買他TDR的人有沒有賺到錢 沒有 那你進戶 我們的政府 竟然可以讓他們回來 把印股票換了71億的鈔票 而且不用繳稅 所以你剛剛講說 為什麼有很多人要跟政府反抗 因為頂心這71億的TDR 他把中國大陸的股份 拿去做股權交易 回來跟大家集資 收了71億去買101 去買地保不用繳稅 這個是我們的政府 替他們開的方便之門 這個就是當年薛奇 當年那個交易所還有那個就是 就是他們也開放了很多很多的政策 吸引成功台商回台 掛牌的TDR 那很多人都回來了 包括蔡衍明 那同時那個時間 也有很多的所謂 鮭魚返鄉的台商 包括號稱很幸福的幸福人壽 大家最近有看到幸福人壽跟國寶人壽 虧空了500億要全民買單 就是這500億要給大家來分攤 那這個幸福人壽 這跟國寶人壽各250億 這個也是當年大家看不懂說 這塊是什麼花糕 這個人到底是誰 鄧文聰 一回來說他接下了幸福人壽 結果呢到處去買地 買地之後呢 當時他跟現在的花蓮縣長傅崑奇 用他老婆的名字買了 這個花了2億8 買下了幸福人壽 在2007年 可是呢 8年後 大概7年後 幸福人壽賬上是負的252億 所以我形容說這個東西叫空手套白狼 大家齁齁齁來做這個 你看7年欧250億 一年平均挖30億 這個我們要怎麼賺啊 我們要怎麼賺啊 可是呢 他們這些所謂我們看不懂的這些人 你看 定星的TDR 一天就可以回來撈71億 所以 所以我才會回到說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政府是做一些歐漏負責的事情 讓專民 讓老百姓在打 對這些財團 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再給大家繼續看一下他們家族 他們家族現在的事業規模很大 那我覺得今天有這樣的機會 跟大家討論 跟大家分享 那也希望說 如果用抵制吧 就像剛剛那個大哥說 那我就不買啊 我就不要買啊 我就少吃啊 那我就不要用啊 好 他們家除了這個 鼎心康師傅的控股 然後101大樓之外 還有這些 這個鼎心製油跟正義食品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說很奇怪 他們錢很多 中國除了回來買胃泉之外 正義食品也是他們家買的 可是呢 他們家正義食品自己有油 可是他偏偏要去買這些 大桶長機啦 拳桶啦 那些便宜有利潤的 他就偏偏要跟人家買 然後再來中國大陸的全家便利商店 還有康師傅牛肉麵德克式炸雞 除了這個之外呢 來 最近呢每天看到廣告的叫台灣之星 4G 不是 就是那個被絲被很快的 4G台灣之星 他們買下來了 接下來呢 這個叫做中家媒體 中家就是我們電視開開 很多電視台頻道的收視戶 現在呢 這個台灣有兩個系統 台灣的有線電視就分成兩個系統 一個叫凱博 另外一個叫中家 所以你不用中家 那就是凱博 凱博是誰 凱博是蔡明中的富邦集團 所以我們在用台灣大各大 我們在用家裡的台灣大寬頻 那你每個月喔 像我一個人喔 我以前一個人而已 我每個月要上貢蔡明中一萬塊 因為從電話 有線電視寬頻 然後加一加噴噴噹噹的 我每個月要貢獻蔡明中一萬塊 你就知道說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電信集團在壟斷 要給大家討錢的時候 很害怕的 你缺一天 你的電話錢一天沒落 他一天給你卡五通電話 有沒有 你只要遲腳一天 他就打了五通電話跟你吹腳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現在的這些電信集團 一個叫凱博 另外這個就叫中家 花了670億 頂心買下來的 670億 另外他們家在彰化 還要打造一個 打造一個所謂的 頂心未家的豪宅 這個就是他們家主在做的事情 那我先跟大家講這兩個 這兩個系統是以後 你們我們每個人都會碰得到的 也都要繳錢給他 都要繳錢給他的 一個叫台灣之心 台灣之心大概有180萬戶 然後再來就是4G 現在已經在用3G了 因為他買下 他買下了一些微寶 什麼這些電信公司 買下來之後大概有180萬戶 那現在在接下來是4G開台之後 搶工這個市場 那因為他要跟郭台銘 要去搶工這個4G嘛 那另外呢就是我剛剛講的中家 中家有限電視 你們家有在繳500塊做的第四台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 不是凱博那就是中家 那你呢你繳的那500塊裡面 大概有30%左右 是要繳給中家 繳給凱博 看你是屬於哪一個系統 所以呢他未來的一個策略就是說 他要在有線電視成為4G發展的 這個後製網路 所以他要把行動跟固網整合在一起 發展所謂的數位匯流 所以要讓你的個人還有你的家裡 你沒有他不行 你沒有他不行 所以呢衛權就是大家的衛權 頂心就是你我共同要去承擔的頂心 這真的是我也不知道我們的政府是怎麼 是怎麼個這個控管的 你看現在已經有你看幾個人 一二三四五 五個人啊跳出來反對 收水油頂心併購中家網路 這樣子的力量是很小很小的 這我還是在網路上找了半天 才知道說他們拿到中家之後呢 有人開記者會 這應該是台聯的一些人 在開記者會抗議這個事情 這個抗議有沒有效 這個抗議沒有辦法阻止中家 成為頂心衛權的集團裡面的一個結構 你改變不了他 因為我們的政府就是這樣子 誰拿錢出來誰口袋深 誰就是當家 所以呢在這個收水油事件裡面 政府跟你說有啦這些衛權都有喔 我剛剛不是講說我看了衛權不買嗎 所以我買台糖嗎 你看台糖也有都中獎了 然後呢你喜歡在彰化吃肉圓吧 肉圓先啊他們家的油也是收水油 然後還有什麼聖香針啊 反正你看得到的真的不知道怎麼吃 那我們的政府告訴你說有啦 我衛福部我都有公告 你自己上去看喔 你自己上去看 所以呢看哪些是有事的哪些是沒事的 他說民眾可以上食藥署的網站 去把這個檔案看出來 看說到底哪些公司他們有用實用油 這就是我們的政府啦 你如果用不到電腦 sounding 你就拐拐去吃到肖腸癌 再拐到誰 腎腸癌什麼癌 實道癌 反正呢現在我們的政府就是說 你要會用喔 那你吃死掉了我不管喔 那你吃給我出事情我也不知道 因為現在沒有人可以像賀壹航 不是站出來說 他就是因為外食吃太多 我有一個弟弟 平常非常的忙碌 然後他連吃飯 吃飯是不正常的 吃飯就是 青菜什麼東西 最快的速度的速食買來吃 29歲 非常非常的傑出 29歲大腸癌 已經回去報到了 那這樣的人 大家有沒有發現說 在我們周遭很多 我以前 我的老家在雲林 我心想說 我本人 我們可以嫁禍給台塑 都是台塑集團在那邊 冒出那堆黑煙 那堆毒氣 讓我周遭雲林老家的親朋好友 一個一個的回去報到 真的很多人都回去報到了 可是呢 現在我們才發現說 原來台灣喜慎的人這麼多 腸癌的人這麼多 很多人說 哎呀因為呢 這個 現在改成植物油之後 它的什麼不飽和脂肪酸 會造成什麼什麼問題 所以呢 還要再回去 請大家改吃豬油 這個問題根本就不是問題 這個問題在於 我們用的油都不對 那因為我們的油 現在發現說 全台灣這些東西 所有的小吃 全部通通都被壟斷 所以你看到這個 你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我剛剛講的 最近公告的衛王啦 賈七瓦啦 賈七瓦啦 賈七瓦的老闆是個基督徒 他很虔誠 我常跟他一起禱告 然後呢 他就是很虔誠 然後也賺很多錢 可是呢 當他跟上帝說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用的東西都是收水油 我不知道上帝會不會原諒他 真的 那包括了這個 什麼 蔥油餅啦 什麼 五花馬啦 五花馬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賀一航說他很愛吃的啦 包括他的 他的蔥油餅 還有他的水餃 那 這些東西 來 那我覺得這次 整個台灣最悲慘的是 連禮記 我這次看的新聞很少掉眼淚 可是 當我看到一個畫面 就是 離記的員工 被指著說 你吃下去 你吃給我看 你就是給我吞下去 那種被羞辱的那個畫面的時候 我真的掉眼淚了 我覺得 台灣的整個信用整個的這個問題 好不容易累積起來的美食的文化 就這樣子被一夕之間都摧毀掉了 而且 過去我們在講說 胖達人 你可以不要買他的麵包 或說他的麵包可以換一個品牌 重新開始 可是我不知道離記 離記現在是無限期停業 我不知道說他是不是 乾脆離記不要愛 我另外做一個給大家看不到的名字 但是我重新換一個品牌 換一個大家不認識的名字 重新讓媒體來肯定說我的東西好吃 然後重新再來一次把這個120年的老牌子給忘掉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能怎麼做 因為這次呢 他們其實是 就是說數量不多 而且呢只有一個叫做芝麻肉餅 可是離記這次很慘 慘到說 你拿放芝麻肉去 你拿發票去 退 然後呢像我有一個董事長朋友 今年買了10萬多的離記去送人 結果呢他拿發票去退 離記退給他 可是呢他送出去的人 是拿著餅跟盒子去退 離記也退給他 所以這次離記非常非常的淒慘 淒慘到重複退款 那可是呢你不能不退 你不能不退 因為東西都很貴啊 你離記隨便你走一趟隨便都三五百塊 你一定要去退的 好 那所以呢 我還在觀察 但是呢 離記會不會從此在台灣消失 或說他根本就不要這個離記這個牌子了 乾脆重新來過 我不知道 可是問題就是不止離記 不只離記 離家庫 最近每一間的離家庫都關起來 我在財訊上班 我們轉角就有一家離家庫 那天我去買鞋子的時候 門口還有人在排隊 可是呢 從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第一天有看到開著讓人家退貨 從9月8號9號以後 我再也沒看過那家店開門的 那所謂的總店齁 真的也不知道怎麼辦 而且他說 我買的是我們的政府給我們的GMP的 政府給我們GMP啊 我怎麼知道事情 我怎麼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你看就是這個畫面 就是這個畫面 我覺得這老先生脾氣也太大了 就是 但是 現在這個情形沒辦法可以控制 就是全台灣無法去控制說 像這位老先生要發脾氣去羞辱 這些店家的員工 你說他們有錯嗎 我領人家一個月三萬塊四萬塊的薪水 我有錯嗎 他們沒有錯 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你我身上的時候 我們怎麼辦 好 所以我就說一直在擔心 包括你看 旺旺也中獎了 乖乖我也常吃啊 乖乖也中獎了 餵單的泡麵 我剛剛在門口的時候問秘書長說 我們這價值下來的泡麵喔 剛好中獎 他說 我都看過了 我們老天爺有在保佑我們 完全沒中獎 我不曉得這個能夠這麼幸運的人多不多 好 所以呢 這些泡麵這些東西通通都中獎了 那我現在要告訴大家是說 那台灣到底什麼油能吃 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來 這些收水油我們都已經看到了 它怎麼做出來的 用油水分離 然後呢 把收水油用1比5的比例 然後煮了之後呢 把上面的一些表面的油撈起來之後 再脫酸脫臭 然後呢 就可以做成所謂的收水油 那這個收水油的 這怎麼來的呢 大家有沒有去買過鹽酥雞 我跟妳說 全台灣的至少5000家的鹽酥雞的每一桶油 都有人在收 他絕對不會拚掉 因為1公斤20塊 價值很好耶 所以都有人在收 不管他要炸幾天 我們全台灣所有的你穿過的油 都有人1公斤20塊把你收到回去 也有一個做油的老闆 有1天跟我說 玉珍 你跟台灣第一家鹽酥雞這麼熟 他以為說 全台灣的台灣第一家鹽酥雞 都同一個老闆 然後是加盟 我跟他說不是 可是他說 你跟他講說 我1公斤 他1公斤20塊賣給我 然後呢 我拿新的油給他 1公斤40 他只要補差價就好 他只要補差價就好 那當然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樣可以啊 我們真的有去賣人嘛對不對 好 可是有多少人會拒絕說 你的油來路不明我不要 或說他告訴你 哎呀我們這是全桶的油啦 我們這是大桶的油啦 你看每一家都在用啦 連聖香針啦 連黎稷啦 都用我們的啦 所以我們的油很讚啦 你炸了絕對沒問題 你只要給我差價就好 臺灣的鹽酥雞灘 有多少是這樣的油 我現在無法統計 但是我是要告訴大家說 全臺灣的食用油的用量 還有廢油的流向 我們的食藥署長說 一年有85萬公噸 就是我們吃過油 又收到回去了 85萬公噸 那這些油去了哪裡 去了哪裡不知道 就是說去了哪裡 就是環保署它統計回收的 但是呢到底有多少 你看他說大概有 十萬八千兩百一十公噸 去向不明 就是不知道這些油 到底去了哪裡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政府 屬於無政府的狀態 我最近去開了一家賣魚飯的店 那我們店呢 也每天都會來收油耶 一樣隔壁的隆都 每天都會有人來載 有一天我就跟我們 金周刊還有財訊的記者說 你幫我去跟 跟看他們的油跑去哪裡 因為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他們把我的油 收了之後跑去哪裡啊 好 那我告訴大家說 因為這些油都被再做成 所謂的收水油 那會發生的 會發生的這些症狀 包括什麼肝癌肝硬化啦 什麼什麼 反正所有台灣的健保 為什麼會這麼嚴重這麼嚴重 大家追根究底 就發現說原來是這樣 那再看看最近所整理的 所謂的地溝油 我們已經吃了30年了 所以我們都很有抵抗力 感謝大家 感謝老天爺 讓我們還健健康康的活在這裡 因為我們都沒有吃死掉 30年了 30年來都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而且呢 因為所謂台灣的大豆沙拉油 只有65% 其他35就是動物油 可是呢 這些油到底是怎麼來的 過去所發生事情的 大桶啦 富衛仙啦 頂心啦 福茂啦 什麼桶葉綠樹 這些都出過事情了 包括我們在講說 哎呀這個我媽媽也去參觀喔 大桶的純正香油 胡麻油 沒有那個芝麻的胡麻油 沒有花生的花生油 他們都做過了 然後呢 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叫免載油 也就是 我們家做裁縫 那個蒸車油 那個蒸車油 叫做免載油 就是拿來我們吃的這種油 好 那真正 我必須在這裡跟大家介紹 但是呢 這個也不是我保證 也不是我保證 我也不敢保證 我也不是專家 可是呢 從去年的大桶長機發生事情之後呢 我採訪了很多做油 有在賣油的老闆 比如說大城長城 大城長城我很熟 大城寒家 我直接打電話給寒家城說 你們的油是怎麼來的 他就說 當年齁 當年1979年 所謂的米康油事件發生之後 他們呢 來就是這家公司 他們呢 來在民國71年5月 他們就成立了一家公司 叫大統一股份有限公司 這家公司在台南 觀田 那他們呢 是把普通的蛋白質啊 什麼這些 所有的這些 還有大豆 軟鈴子來做油 那這一家的油呢 這一家的油賣給誰 當年他們在知道米康油事件發生的時候呢 就包括統一企業 包括華泰油脂 還有大城長城 三家合在一起 因為這一家就是義華沙拉油 就是華泰就是 以前舊名字叫義華 所以叫大統一 大統一 那大統一呢 是台灣兩家 台灣有兩家 可以煉製食用油的工廠 就是這兩斤有載到買兩斤三斤五斤的大豆 丟下去炸油分裝出來 給大家所看到的這個 所謂的美食家大城的這種油 美食家這個也是大統一自己炸出來的油 所以我只是要跟大家講說 至少我自己去問我的餐廳 問我的員工說你們買什麼油 他們告訴我說是大統一的 然後呢是誰的 就是我知道你們用的是哪裡來的 那我確定說 大統一他們在當年 他說他們整個黃豆的加工產量 150萬噸 所以你看得到他們這種叫做純大豆沙拉油 只有這個我敢用 只有這個我敢用 我有一次在電視上拿著得益的一天 得益的一天喔 很多人用吧 然後阿基斯沒有為了這個下跪 可是呢 我曾經拿著得益的一天 看他的成分 看他的醒昏 結果發現說 得益的一天竟然有12種油調和在一起 你們回家把你們家的油都拿出來看一看 那12種油怎麼調在一起 然後調在一起能吃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是 類似這樣的油在從去年到現在 通通都沒有被拿出來說 這個是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的政府只會告訴你說 你有沒有跟大桶長機買 你有沒有跟全桶強冠去買 他不管你 他不管你調和出來的這些有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的GMP現在也沒有辦法確定 告訴我們說他是安全的嘛 所以我才會只跟大家講說 鑽台灣 除了大統一之外 另外有一家叫中聯油脂 那中聯油脂呢 委託他代工的是包括福壽沙拉油 包括泰山沙拉油 可是呢那個叫委託代工 委託代工 那委託代工做出來的成份 應該也OK 可是呢 就是說你看得到說 在這麼多事情裡頭 為什麼統一 衛權兩個老品牌 人家統一怎麼都沒出事 因為統一自己有一個 這家公司的董事長羅智仙 就是統一的女婿嘛 就他們自己有自己的煉油廠 所以做出來的東西是比較信用 比較可靠的 好 所以在這邊呢 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是說 好啦 我們活到現在吃了30年了 如果你真的吃到了怎麼辦 剛剛大哥說我少吃啊 那除了少吃之外呢 就平常的多吃一些 就是可能他因為跟黃麒毒素啦 重金屬有關的 所以呢 告訴大家說 可能多吃一些五穀高鮮啦 或是一些什麼維生素C含量的一些 芭蠟啦 番茄啦 奇異果啦 大概就是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真的吃了怎麼辦 就是一掃三步 然後三藥 就是呢 掃用油 不調和 那既然他告訴你不調和 所以我剛剛就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我看到那個得意的一天 十二種油調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很恐怖 真的很恐怖 好 然後再來呢 他說不輕化 然後呢 還有什麼 不精緻 然後呢 要多品牌 小包裝 然後呢 多 要多種 這個說實在的 我也覺得很困難啦 真的很困難啦 你不知道怎麼樣跟他對抗才好啦 那所以盡量就是用開水燙 像我媽媽就說 自己種的青菜 然後呢 用開水燙一燙 那頂多呢 我們家老家雲林 比較信任的完裝醬油 或是大桶醬油 一點點給他弄上去 這樣子就好了 可能要這樣子吃才會比較健康啊 我也不曉得 反正呢 今天利用這一點時間 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這個問題非常非常嚴重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樣都在關注說 包括最近受害的這些廠商 怎麼重新站起來 可是呢 有一點我可以確信 就是鼎心衛家在台灣的霸業 會越來越大 會越來越沒有人能夠管得了它 他們最近用的發言人是當年在台灣高鐵的發言人 叫賈仙德 賈仙德呢 這一陣子為了中家跟4G 有出來接受媒體訪問 那天我開店的時候他也去了 他說 玉珍 我知道你很喜歡罵為全頂心 你下次要罵的時候呢 可不可以先跟我打聲招呼 因為他跟媒體的關係非常非常好 所以他也希望說大家要罵的時候能夠手下留情 那但是呢 能不能一網讓大家都封口 那是不可能的 我們也不會因為說他交代一聲說叫我們少罵 我們就封口 可是呢 我可以確定 鼎心衛家以他們的氣焰 以他們在台灣的影響力 以他們的財富 他們在台灣的事業 包括我剛剛給大家看的中家 還有這個台灣之星 他們只會越來越大 然後呢 不會在這個事件造成任何影響 我只是想告訴各位說 你們有沒有辦法像我一樣 看到未全的東西丟到一邊去 有沒有辦法像我一樣看到搜狗 看到遠傳的東西丟到一邊去 在我的生活當中 我是可以跟這些東西完全劃分的 因為呢 我不想跟這幾個為父不仁的奸商 有任何賺我一毛錢的機會 可是呢 有沒有辦法完全排除 我覺得很困難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等一下 我第二個階段要來跟大家討論一些 因為秘書長要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法律問題 包括王世堅的問題 包括很多的目前在社會議題裡頭非常多的 大家可以討論 大家可以討論 比如說 你們可以想一想 王世堅到底會不會當選 那這個事情對他來說影響有多大 那我們先休息個五分鐘 等一下再來聊一聊這些 台灣的社會議題現實下的法律問題 因為這些呢 都跟打官司 都跟犯罪有關係 那這些犯罪的事件呢 都有可能發生在你我身上 那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呢 我們再來討論這幾個 社會議題下的法律問題 製作人員